啊 掌灯 掌灯 我的凤棍 凤棍 哦 凤棍在这儿呢 娘娘 娘娘 凤棍在这儿呢 哟 叶明珠呢 道书的人一定还在这里 马上封锁王公 每个人都去给我搜 臣遵旨 皇上 您看 一枝梅 一枝梅 神通一枝梅 倫过 二枝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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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 天哪 你这是怎么了 你说呢 你真的为我谈了一整夜的情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你真的好傻 你的手一定疼死了 疼死了 再疼我都不在乎 我只要还能感动你 一支眉 一支眉 你的浪漫从来都能够感动我 可是你的存在却足以毁灭我 没想到相爷也掏了这么多钱 公公 请给我到你一边去 公公请看 什么东西 天哪 南 smooth 周 cats 天ң Comes чтоб fatigue tort 控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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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够 公公 我要代表我们皇家好好地奖赏你 你把它拿回去 这 这么着 我先暂时保管着 将来有机会我献给皇上 公公 这东西是你自己的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我多谢王爷 不用了 对了 包公公 这个夜明珠失窃案 听说皇上就给你办理了 对 据说那一支梅它就在竹山县 那我最熟了 真的有神偷一支梅吗 有 我在竹山县的时候就听说过 来无踪去无影 想偷什么就偷什么 大户人家真是谈眉色变 这次有公公出马肯定不成问题 一定能手到擒来 不过我倒担心 担心什么 公公 竹山那边能人甚多 公公 你可要多加提倚房 能 不就是个航铁生吗 他算老几呀 他跟延峰穿同一条裤子 把我当成犯人关起来 我还没跟他们算账呢 人家的靠山硬啊 公公 我是怕你到那指挥不动 这说不定 他敢怎么样 比方说 这一支梅被人杀了呢 杀了一支梅 好啊 我说公公 这杀了一支梅 公公就找不到夜明珠 也就无法向皇上跟娘娘交差了 真毒啊 才来这一手 所以我说公公 你一到竹山 把所有叫一支梅的全部给我抓来 然后诵经审问 这样可就万无一失了 多谢王爷赐教 多谢王爷赐教 竹山县令航体生率全体部署靠近公公 靠近公公 启禀公公 杭大人已在功后 请公公下轿宣旨 睡着了 睡着了 别吵 杭大人 公公路上辛劳 睡着了 大人看如何是好呢 老家请叫醒公公 以免误了正事 大人 公公吩咐过 他睡着的时候不得吵醒 这 这样 咱们先把轿子抬进去 先别吵 让公公好好睡 好好睡 请教 来 我说这公公还真会睡啊 公公 那就only 都知道 这狗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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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药 如果他在家里面吵醒 不是 是 那你说要等到什么时候 别着急 反正他会醒的 慢慢等 怎么都横尸遍野了 找我了 快救活 快救活 大姐别慌 包公公 下官航铁生 率部署参见工作 杭铁生 杭大人 你就是这么管理县务的吗 下官失礼 你这是失礼吗 你这是失职 这回睡饱了 开始发威了 我这一到公堂 我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你们全在睡觉 上梁不正下梁弯 有睡觉的县令 就有睡觉的牙役 看来杭大人的亲民全都是虚假的 连皇上都被你蒙蔽了 一切责任铁生自会负责 你瞧你那个窝囊废的样子 这皇上他怎么就相信你 请公公赶快宣读圣旨吧 咱家这次来是特地宣读皇上秘旨 还不兵退左右 都起来吧 是 你们先下去吧 他是什么人 好 这位是陆师爷 公公认识的 什么东西 我不认识 不是朝廷命官都给我退下 好 告退 公公可以宣读秘纸了吧 这是什么秘纸 就喂着一枝梅 大哥放心吧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一枝梅入京的 万里 杭铁生是个十分聪明干练的人 虽然鲍大还在名处 也在暗处和他角力 恐怕这一切还是难逃他的法业 大哥 请出小弟多罪 这实在不是心软的时候 咱们干脆下定决心 除掉一枝梅 趁大家现在还不明白所以 咱们还掌握着先机 先下手先赢 也许 还有商人的谜例 大哥 自从你掩护梅飞娘娘的那一刻起 你就应该明白 你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再也不会有回转的余地了 你大概 对我很失望吧 不 大哥 你误会了 兄弟在一起是一辈子的 就是天塌下来也动得不了的 万里 大哥 没得选择了 就让我去做这个恶人吧 只要能保住你 我什么事都干 可是杭腿生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要知道你出了什么事 我鞭巢莫及日 那你就当 要是没我这个兄弟行不行 严峰一生 奉公守法 可是为了娘娘 我竟一路违背良心 今天 还要牺牲我的兄弟 我严峰羞愧难当 无地自容 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 大哥对不起 对你的肝胆相招 我无以为怕 说大哥一败吧 大哥 我们不可 我们不可 我们不可啊 一直没 对不起了 蘭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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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等等 你疯了 蘭馨 我对不起你 我不该去遣当家 我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面 发生这样的惨剧 莱姓 我对不起你 莱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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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 莱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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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这把琴陪着你了 你再也不会感到寂寞了 你指梅已经死了 从此再也不存在了 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你给我分开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莱姓 莱姓 快 就是这 进去 你就是这家药铺的老板 是 把他抓起来 大人约我 小店是奉公守法的 约我 你这个店是不是叫一枝梅呀 是啊 那就对了 带走 店面好几袋了 又何不妥 一枝梅是个大盗 大盗 他刚刚在皇宫内盗走了娘娘的夜明珠 他这叫一枝梅 是不是他的匪朝啊 大人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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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冤枉了 住手 公公 你擅自抓人 是什么意思 既然杭那人没有能力破案 咱家只好亲自出马啦 公公 那边有家二渡梅酒楼 还有家梅花三栋勤馆 是不是都跟一枝梅有关系啊 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 都要去搜查 公公 你搞的竹山县鸡犬不宁啊 我看你们竹山这儿啊 就是个强盗窝 无凭无据的 不能抓人 大胆 你算老几啊 此乃竹山 我是县令 此地 我就是父母官 小小的县令 七品芝麻官 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带走 来上 航铁商 你敢阻拦咱家办案 航铁商 我带来的可都是大内的钢手 杀你们这些牙役如个草芥 我这班弟兄 武功或许不如大内武士 可是都有一枪不怕死的热血 给我动手 住手 等等 公公 我看到一枝梅了 什么 一枝梅 你 在哪儿 来来来来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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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女的 真凶 我找到真凶了 快跟我来 是 快啊 你怎么出卖凌香啊 没办法呀 咱们都得罪不起她 只有凌香能啊 一枝梅 又是你啊 我们还挺有缘的 甭跟我套交情 本公公不知这一套 我瞧你这身打扮 你最近混得不错啊 包大海 你怎么知道本公公大名 哎呀 我早该想到了 你冒充宫女 趁着给皇上陷舞之计下手 我早就该想到 你说什么呢 法王灰灰疏 疏而不漏 我包大海是敌人节投胎 口名在世 服了吧 原来是个疯子啊 可怜呐 还想装算 给我拿下 谁敢盾我一枪 闪开 你敢拒捕 格杀误论 果然不出我随 表面看你是个弱女子 确实有意识的功夫 警官的心藏魂 也难逃我包公公的一双法眼 给我拿下 拿下 你看都是你惹的货 没事 这个死太监 就应该让宁香这么制止他 来人 来人 快来人哪 快把这抓起来 女侠饶命 女侠饶命 饶命 饶命 饶命啊 你下饶命 你下饶命啊 你下饶命啊 干什么等一下 放我下 让他多掉一会儿 你下饶命啊 放我下来 行 我什么都没看见 饶了我吗 饶了我吗 女侠 女侠饶命啊 饶命 女侠 你别走啊 饶命啊 放我下来 快放我下来 铁山 那个疯子交给你处理了 哎哟 公公 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都是脑肿 你们都跑哪去了 你们 回公公的话 下官不是赌 是 是回来处理另外一件重要的案子 什么大案啊 公主 告状告到我这儿来了 公主 有人对公主大不敬 公公 你说该怎么办啊 对公主不敬 一律先打五十大本 然后再判个冲军 五十大本 会不会太重啊 不重 对皇家不敬的人打死都活该 公公真是铁面无私啊 要不人家怎么叫我包公公呢 有请公主殿下 公主 是哪位公主啊 下官航铁生 参见公主殿下 都起来吧 她不是公主 她是水购女贼 包大海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我不是公主 大内的公主 大内的公主 我都见过 我从来也没见过你 这个 包公王 哪一项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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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久仰大名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她 奴才靠近公主 奴才开始 起来吧 起来吧 公公 起来了 不不不 奴才不敢起来 怎么了公公 冒犯公主 冒犯公主的 就是我 就是你 杭大人 冒犯公主者 该打多少大百呢 回公主的话 刚刚公公自己说了 打五十大百 好啊 就照她自己说的 打五十大百 来人呐 在 公主有令 打包大海 转到 就行了 掌握 在 上 跟 是 二 三 一 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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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